华人对于风水命令有兴趣 但是这股风潮竟然也有法国人受到了吸引 有位曾经在法国华硕担任业务的这位法国人 他很热爱台湾的风水 在台湾的拜师学役 而他的目标就是未来回到法国来担任风水师 那整个房子最大的纳气口就是气进来 是在这一道窗户 听老师拿罗盘讲解方位 没看错这位可是不择不扣的法国人拜师学役 来自法国的赖叙利先生 过去可是法国华硕业务经理 曾经先来台湾学中文四年 回法国认识台湾妻子后 居家在搬迁回台湾住了六年 现在研读职位斗述洋宅学普卦 偶尔帮朋友看看风水 未来就是打算回法国担任风水师 一直怀疑他其实是假的法国人 他可能上辈子我们都开玩笑 他可能上辈子是中国人 继续风水这位国出真的也是有兴趣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很累 原来在法国也兴盛简单的风水学 让赖叙先生决定多尊严 对于风水着迷甚至还架设法文网站 经营五年专门出售来自台湾的风水小物 这下面就是解释 对这个是解释 然后这个红色你要小心有一些你不能做 禁忌 对禁忌 所以他们的东西是融会的 对八卦玉石如属家珍 监色的秘女书籍 赖叙蓄里也用法文操了秘密妈妈的笔记 台湾女婿法国人对于风水文化的喜爱 让她不远千里 就是为了要一元梦想 东西新闻里面又陈志文在台北报道